只要问几个问题就行 免费吃什么 免费用什么药 免费读什么书 免费房什么药 这个村这么有钱 村民应该有车有房有存款 经常出门旅游度假消费 甚至大城市买房 可是你在外面有见过几个南街村村民 有走出几个大学生 有民生在外的医院吗 免费吃豆腐也是免费 免费用阿斯匹林也是免费 免费在教室混日子也是免费 请问你想要这样的免费吗 这世界只有一种东西是免费的 那就是你不需要的东西 只要你需要 它就是稀缺的 怎么可能免费 收费是把稀缺的东西 配置到更需要的人手里 而免费是把稀缺的东西浪费掉 变得更稀缺 收费你想要的东西会越来越便宜 直到你很轻松买得起 而免费你想要的东西越来越稀缺 稀缺到从你的世界消失 天上永远掉不下来馅饼的 馅饼往往都在陷阱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